8月14日中午,前一晚在香港国际机场遭到激进示威者、非法拘禁和殴打的环球网记者傅国豪出院。 不少爱国爱港团体和市民自发来到医院对他表示慰问。 傅国豪表示,自己目前状态还好,就是头和手比较疼,自己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规不应该被暴力对待。 香港遵守了所有市民的要求,没有有任何违法或者说引起争议的行为,然后我觉得我不应该受到暴力对待。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江在中对于傅国豪的遭遇感到震惊和愤怒。 他指出,傅国豪是通过合法渠道来港采访的内地记者。 其采访自由和人身安全应该得到保障。 打着自由旗号的激进示威者,非法拘禁和殴打记者的行为令人无法容忍。 这些打着自由的旗号,天天到处搞事的人,却对自己不喜欢的记者进行非法的拘禁,甚至进行残酷的殴打。 你们都看到了,真的是非常狠心。 非常的暴力,我们真的是无法容忍,非常的气愤。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,我们作为记者采访是受法律保护的。 我们已经通过公开的声明,要求香港的警方要对这些打人的暴徒,要依法的严惩。 当天,许多团体和市民自发来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傅国豪。 香港天津联谊会的杨先生表示,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,看到自己的老乡在香港机场受到激进示威者的粗暴对待,倍感心痛。 今天老乡们一到来看望傅国豪,希望能让他感受到温暖。 因为傅国豪先生,他除了是一个记者,他也是天津人,我们作为老乡来作为一种看望。 我们感觉香港是一个国际的大都会,是一个法治的地区。 但是在这法治的地区当中,在一个国际机场,却受到了这样的一种粗暴的野蛮的待遇, 我觉得是很不公正的,违法的。所以我们要看望我们增加正能量, 要对这些粗暴的野蛮的行动应该说不。 香港市民黄先生质问激进示威者,有什么权利去查政府国豪的身份? 他有没有需要用你们表明关于身份呢?你是以什么身份去查他的身份呢? 如果你是执法人员的话,你怎么无头无面呢? 前来看望傅国豪的市民当中,亦有不少内地来港的港漂。 来自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的骆先生表示,身边许多人都为傅国豪先生的遭遇感到愤慨, 祝愿他早日康复。 我们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极为愤慨。 我们广大的优专才很多都是来自内地的,来自为香港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。 同时呢,我们内地的很多同胞也在关注香港的事情。 至于发生这种事情,我们每一个优专才都为香港的这种暴民的行动感到为耻。 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过来探望傅国豪先生,希望带来我们的问候,祝他早日康复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中文字幕华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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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感谢观看